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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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里就会看到知识分子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反思归纳出来的那个思想的镜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越来越大 其实蒙隆斯一开始可以在这样一个主流意识形态中在反文革的一种叙述中得到隆冷具有合法性 但是一旦一旦历史往前发展 你之后呢从康德那里批判哲学的批判归结出康德的主体论 刘在富的主体论转移到一次到文学上二重性格组合 那么这些呢再往前的进一步 我们对西方的拥进来 西方的拥进来也是因为现代派和现代化 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和世界结轨的需要 它有合法性 那这个合法性思潮拥进来达到一定的限度的时候 它就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有差异了 所以像当时的这些人主张马克思主义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像王洛水 王洛旺 这些都是主张人性论的道主义 异化论的这些人 他就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巨大的分歧 是吧 我们看看这个后来的这些人物 当时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中国社会院的人物 是吧 像这个苏少志 严家祺 李泽厚 刘在富 是吧 那么当时还有这个其他一些人了 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期 其实意识形态本身的内部已经发生很严重的分化了 是吧 我们一直说到了文学 发展到文学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看到现代派和现代主义 那么这些东西 寻根派 它和主类式形态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向内转 那向内转 转到文学本身 我们看上去 它是 看上去 它是采取一种退却 因为表现现实 已经非常的 已经非常的困难 就是说你要进一步的再去反思现实 批判现实 那么出动的是体制制度 就是说你最终你要改变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都只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上去讨论它 那么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上 你还有民主的问题 所以向内转 向内转呢 它看上去是一种退却 但是它必然会造成更深刻的一种分裂 这种更深刻的分裂在于 它和主导意识形态所推崇的 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 是矛盾的 是对立的 现实主义是向外文学关注现实 是吧 为改革开放唱战歌 是吧 塑造出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那种英雄的形象 这一套还是五六十年代的高大权 是吧 还是梁申堡 还是萧长春 还是这种能够 乔厂长 那么李向南 不过是这个梁申堡 这个萧长春的另外一种变形而已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 在八二年代中期以后 对文学的诉求向内转 它要回到语言 它要回到结构 回到叙述 回到文学本身 这个向内转 它将会引起什么变化 其实 谁也预料不到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更激进的 像现实主义审美规范 发起挑战的一种方式 它并不仅仅是退缺 看上去 它不再和意识形态直接对抗了 不再批判现实 不再从文学作品的反思性当中 表达出对现实批判 对体制 对制度的一种批判 但是它回到人本身的时候 它会激发出别的东西 那么这里呢 向内转 当时影响最开始 引起的关注的这些人物 是吧 出现了80年后期 出现了一批的人物 所以那个时候 在87年88年 我写的文章呢 都是认为1987年 我把87年看成是 当代小说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当然我有很多的历史背景的一种叙述了 不讨论意识形态问题 就像一个革命家一样 非常酷的 那个时候的这个反叛者的形象 都要留着胡子 留着胡子 那么马云呢 实际上呢 他在84年就发表作品 就是《拉沙河的女神》 但是马云自己的 他是82年到了西战 所以西战的经验 对他的创作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 那么他另一方面 他也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马尔克斯 波尔赫斯 海明威等西方作家呢 他有他的一种阅读 同时有他的一种体会 马云呢 像内转 就是马云把小说 变成一个形式和语言 和故事本身的东西 和现实没有关系 过去我们的小说呢 和现实直接发生关系 要反映现实 反映现实还要反映重大的现实 反映重大的现实 还要回答重大的问题 是吧 这样的作品才是大的作品 才是值得肯定的作品 但是马云的作品里面 你看不到现实 看不到改革 也看不到对文革的反思 是吧 也看不到这个社会主义 这样心心向龙的景象 他是另外一种东西 他写的是西藏 马云的小说 其实挺多的 我这里只列出了几篇 在座的哪一位 有读过马云的小说 拉萨河女生读过没有 港里斯的诱惑 刚才有 刚才这位同学和我交流过 那么马云的作品 其实拉萨河的女生 他1984年就发表了 但是没有引起反响 他直到85年 他对港里斯的诱惑 才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么但是港里斯的诱惑 投给好多刊物 投给好多刊物退稿 后来当时韩少公 在编一个什么刊物 一看他想发表 想发表 但是他又觉得 这个发表有点可惜 他觉得这个小说相当棒 就还是推荐给上海文学 所以后来是发表 在上海文学上 85年 另外他还有虚构 大师 我觉得这是他 这个比较突出的作品 其他还有不少了 在关于他的介绍里面 简介里面都有提到 这里我们重点的谈一下 港里斯的诱惑 因为虚构 我觉得也是他非常典型的作品 在我要进行这样一个 文本解读的那个课里面 会去重点分析他的虚构 港里斯的诱惑 在座的同学看过吗 都没有 没有看过的举一下手 我看看有多少 是不是都没看过 这么多 基本上都没看过 那都没看过 那我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故事 很难 他很难去叙述这个故事 就是说 这个故事呢 它是由几个故事构成 在过去的现实主义小说里面 它必须在一个完整的时间里面 来叙述故事 是吧 大家知道 这故事的发生 你看一看 这个 太阳照山开河上 这个暴风咒雨 他都总是采取 有一辆马车 开开开开 开到一个地方 是吧 我在辖村的时候 是吧 也是翻过一个山岗 然后来 我来到一个地方 这个时间一开始进路呢 它都有一个进路 然后开始了 发生了 然后这一切 按照时间 流程这么来走 是吧 那么这个小说呢 它是由三个片段构成 这三个故事 看上去呢 甚至不相干 港底斯 港底斯山 这是西藏的一座 据说是神山 是吧 那么 它小说讲 这个姚亮和路高 有两个人物 在马园的小说中呢 它总是有 我就是那个叫做 马园的汉人 这是在虚构里面 出现的作品 别的作品 也不断地出现 在这个小说中呢 出现的是这个 姚亮和路高 这个路高和姚亮呢 这是两个人 是吧 这两个人也是倾路 或者说 来到了那么一个地方 他们在西藏 是吧 在西藏 一个故事呢 这是他们遇到了 一个漂亮的女孩 在地位 那里看到一个漂亮的 藏族姑娘 这个藏族姑娘 长得很白 一般藏族姑娘 都长得比较黑 是吧 大家都会非常奇怪 觉得这个新疆的 异域的这种风情 异域的想象 是吧 觉得新疆的 维族的女孩 是吧 藏族的女孩 在座的有 有维族的 或者少数民族的女孩 就 都有啊 就汉族的汉人呢 他对少数民族的 女性 都会有一种 奇怪的一种想象 是吧 就像这个 西方人 对中国人 有一种想象一样 就是西方男的 就是中国女孩 你们只要一出国 就发现整个世界 都是你们的 是吧 就说那个世界 基本上你们就平平 就像废墟一样 你走过去 踏过去 他中国男的一出去 就不行了 所有男的一出去 穿步男行 是吧 他不一样 就西方的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 任何一个社会 他都男性 占主导地位 是吧 男性的一种想象 他会不一样 是吧 他会不一样 所以西方的 他会想象 东方女子 这都穿着旗袍 是吧 非常温柔 非常这个 有这种情调 是吧 又会弹琵琶 又会这个 又会画画 这个思书情话 无所不能 那么很多这个 法国人 这个英国人都取了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都取了很多中国的女子 作为这个太太 取完之后 生活一段之后 就发现 这个不对头 这个和他想象的差距很大 中国人女人 先要管她的钱包 是吧 要管她这个 白天去的哪里 要晚上回来汇报 是吧 这个身上如果说 有别的香水的味道 要追查 是吧 然后经常去搜搜她的包 看看里面 有没有别的女学生 写的这个字条 他这个 然后这个西方男的 就非常的奇怪 这中国女子 怎么这么厉害 这么会控制 是吧 然后这个 被她们管得 这个有些管得挺舒服 服服帖帖 有些就想反抗 试图反抗 但是根本搞不过 中国女孩子 是吧 非常有一套 是吧 她这个 很那个 所以 有一年我在这个荷兰 就听到有一个 法国男的 就跟另一个 中国的留学生 他也是女的 跟他抱怨 就说这个 怎么这个 和我想的都不一样 他谁说和你想的要一样 为什么和你想的要一样 你想的本来就是 就是 就是可笑的 所以你看这个 汉族 他也对 汉人 对这些 他有奇怪的想象 那么 马元其实是汉人 是吧 他到西藏去 想象这个 想象这个藏 藏族 其实这种经验 都非常奇怪 我1988 几年 我是没去过西藏 这个 我是19 八几年 87年 87年有一次 在那个 王府井的一个招待所 那下我 这个 住在那个招待所 就住进来一个藏族的 女的 因为他高原上 这个脸 晒得 晒得很黑 鼻子很高 估计那个是康巴 康巴女了 可能 我很奇怪 我一直不敢正面去看他 看他的侧面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神秘 我觉得他背后 看到他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他背后 总是有一个巨大的民族 和一个历史在那里 所以我就觉得 我都不敢靠近他 这个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电视很少 就是说 那个招待所呢 他电视呢 是放在 放在那个厅里边 是吧 那么我也想去看电视 但是我发现 他坐在那里看电视 那么我呢 就 不太敢靠近他 我想这个肯定是一个 伟大的民族 和一个伟大的历史 以及背后 有非常 非常这个 复杂的这种一套系统 是吧 我这个 就不敢靠近 那么 当然 以后 后来看多了 可能 但是至今 还是会有一种神秘感 绝对有一种神秘感 怕他会有一种 什么法术 这一下把我变 变没了 但是这个 在马云的这个书写中呢 他把这个藏族 女孩呢 你会发现 他写的这个藏族女孩 写的很 写的很奇怪 他写的他很美 没有具体的描写 是吧 居然说他很白 很白是什么呢 其实很白是汉族 对女人的一种想象 是吧 一白遮千丑 是吧 所以大家都要抹 什么 SOD ME 是吧 抹完了就很白 这个就其实是 是非常 就是非常低级的 非常初级的 对女性的一种想象 但是你发现 他写的这个藏族的女孩 很白 他很白 结果呢 这个藏族的女孩呢 发生车祸 死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个小说里边呢 他似乎要跟这个女孩 发生一个什么关系 但是呢 没有发生关系 他就死了 突然间死了 而且死于车祸 死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陆高和尧亮呢 他们到西藏呢 他们想去看天藏 看天藏 就西藏藏民有那个风隙 能死了 就拉到野外去 把他大些八块 扔去给阴吃 是吧 那么这个关于天藏 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很多的说法 我对这方面没有更多的研究 他一个是陆高和尧亮 看天藏的这个故事 另一个是这个女孩死的故事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猎雄的故事 穷步猎雄的故事 穷步猎雄呢 其实是关于野人 血人的故事 西藏的血人 就是说 尧亮路高 看天藏和那个死掉的女孩 藏族女孩 漂亮的女孩 这个故事 可以看成是一个故事 然后是一个野人的故事 就传说那个野人 这个穷步猎雄 那么第三个的是一个 关于顿珠和顿月的故事 那么这三个故事 顿珠和顿月 我还是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这篇小说 好吧 我们下节课才能够说 因为你不看这个小说 我跟你说了半天 大家以为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实际上 它这个小说确实 它不是按照传统的时间来写的 它是打乱这种时间 它是在一个 完全是一个开放的 一个时间结构中去写 但是呢 这些故事本身构成的一种 一种关系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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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